缅甸遭逢那几次风灾已经有八个多月的时间了 很多人可能都已经逐渐遗忘了这一场的天灾 但是这半年多以来 此地志工还在持续的陪伴 各项的原件工程也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那么把握2009年的新春 志工们特别前往距离仰光 30分钟车程的达雅贡和崩边寺庙的学校 来进行文具发放和议诊 志工们特别用双手奉上文具 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可以透过教育来脱离贫穷 也透过他们的爱继续把爱传下去 帮助更多苦难的人 当场就有位学生向志工表示 他了解竹筒岁月的精神 他存下来的钱他会去买文具 然后来帮助更多更多比他更需要的孩子 浩荡场的队伍 每位志工更是带着一颗纯真的心 因为这回志工要走访的是寺庙学校 盼望这一群父母的宝贝国家的希望 尽管第一次见面却丝毫没有距离 赶恩 赶恩 特别是在志工播放慈激缅甸震灾的影片之后 眉目画面都是慈激人跨海而来八个多月的努力 这些在在触动感动所有的孩子 甚至有人忍不住哭了 关怀学生的心也照顾他们的身 有医护人员一诊抓头师致感冒 还有带来文具礼物 满是喜悦的当下 有学生向志工表示 要行善要学习竹筒岁月的精神 因为知道唯有靠着姿势教育才能脱贫 山渡王要将每天存下的钱 买文具送给需要的平童 小小年纪却有这样的善心 不禁让人竖起大拇指赞叹 的确他们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公 也是希望 大爱新闻杨茂林林艳福 缅甸报导